最黑箱复兴村一条将近20多年从没有修复整治的连外道路 不管是路面破损或者是严重积水 甚至于部分的路墙面还均烈岌岌可危 村长陈金浩会同了公所和乡民代表带会堪 大力争取道路整治改善 要让村民有安全的交通环境 来到复兴村连外道路十字路口 路面破损残破不堪 再往前就是道路严重积水 还有排水沟排水不良 村长陈金浩带着向代表林玉芬 相公所及厂商会堪 一条一条的说明希望尽快改善 因为这20多年来 这一条连外道路从未修复整治过 村民行得安全看虑 就像复兴村这一条连外道路 除了是村民农耕道路 也是往来复原村及到台九县省道的主要道路 可是道路交通环境差 不是路面破损 坑坑巴巴就是严重积水 还有部分路强军烈 岌岌可危 村长希望乡公所等单位能够协助整治改善 农村都喜欢毕竟的道路 所以说这条都不好好做的话 我看对农民进出 这个人车的安全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那个隧道在以东的话 那个地方常常有积水的现象 经过了一个下午的实地会刊 了解每一个路段需要改善加强的事项 相对表林玉芬也接级协助提报争取 希望能够尽快完成整治建构复兴村 一条安全舒适景观又美的交通道路 记得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